全球股灾先起股盘效应了 台股连续两个交易日 科技狂泄千点 虽然周一美股四大指数依旧下跌 但是指数却是开低走高 加上日韩股市的反弹 让今天台股开盘 跳空开高收复了两万点 但随后涨足收链 甚至到了盘中一度翻黑 但目前还是维持涨势的 其中联发科原本出现亮灯涨停 但是没能锁住 富国深山台积电也一度回落 那么就有分析师认为了 今天只能够视为是技术上的跌升反弹 不少指标股的慢压 还是相当的沉重 台股开盘想起反攻号角 周二跳空开高 上涨五百一三点五一点 以两万零三百四四点三九点开出 收复两万点大关 但随后跳水走低 上午九点四十分左右 由红翻黑 加群指数来到一万九千六百六十二点 反弹无力小软角 指数是试图反弹 不过在早盘的时候 这个弹上去还是遇到比较大的一个卖压 不排除在这一两天融资大幅减少之后 会做出一个比较像样的反弹 虽然中医美股四大指数狂蟹 不过有收敛跌幅 美股期货周二早上全面上扬 加上日韩股开盘强势反弹 带动台股开高 晶片设计大厂联发科早盘回神 国价重返千元碰触涨停价 不过涨停没能锁住 而护国神山台积电早盘冲上873元后又稍稍回落 至于中小型个股则是一片惨绿 慢压依旧沉重 不过周一台股创下时尚最惨跌点 包括台积电在内 共有实习党被列为助益股票 现阶段还是纯警告异味 而在市场笼罩恐慌气氛之下 金管会证交所却只有跳出来信心喊话 对比国安基金却默不作声 政府太快固盘的话 这个也不一定是一个好事 因为整体卖压还没有宣泄完 也会让市场的一个信心觉得说 是不是真的行情真的很差 分析师也建议台国目前不适合杠杆操作 有使用融资的投资人要事实减码 因为还无法完全排除台股还有持续回测的可能 记者未提领版的报道 台南永康传出有家长不当管教 被民众募集 女童跟妈妈到超商吵着要喝养乐多 妈妈不但不给还踢掉椅子 看女童跌趴在地 而当要离开时 更是直接抓起女童的脚倒掉 就像是扛纱包一样把人给带走 民众看不下去报警 却反而被这位妈妈反控要提告 女童躺在超商地板上哭闹 四周没有人理 一名女子就站在超商外 大口喝饮料望着里面 而她其实是女童的妈妈 最后妈妈进到超商内 单手抓住女童的脚 用力将她抓起来 女童整个人都掉在办公中 然后就像扛纱包一样 放上肩上把女童带走 还有人上前劝逐 但妈妈都不理会 事后民众看不下去布警 却被这位妈妈反控要提告 民众把事发经过 po网不少人踏罚 看到这样的画面 民众都觉得离谱 也替女童感到心疼 这起事件就发生在五块碗间 八点多台南永康 中华二路上的一间超商 莫及的民众表示 当时女童疑似想要喝养乐多 妈妈不给喝 还用养乐多敲对方的头 过程中女童打翻东西 遭到妈妈踢掉椅子 才会摔倒趴在地上 那家属比较不配合 那没有办法研拟安全计划 所以社工当下就决定说 做紧急安置 以维护儿杀的安全 二十九岁的单亲妈妈 独自带着两岁的女童 却不当对待小孩 家房中心紧急安置女童 并将一额圈发开罚 至为妈妈 记者黄富奇在台南的采访报道 带十一岁的儿子到其今晚 爸爸当场报警要教小孩 原来是小孩想要吃小吃 但是接近晚餐时间了 被拒绝 竟然就在现场哭闹了 二十分钟讲不清 爸爸气到 只好请警察前来帮忙沟通 类似状况 在台南则传出有小孩子疑似胡闹 朝其事乱丢东西 我的小朋友我不能报警吗 局上一爸爸被孩子气到 报警请警察处理 因为连妈妈似乎也没辙 看到警察叔叔真的来了 十一岁男童 粘着妈妈讨抱抱 报警为什么怕警察呢 你继续可以这样吗 你看抓到我的手 也是为什么叫你妈妈 晚上他又不一样 他就说他要去这边的点心 孩子哭红双眼 爸妈火气上来 场面好脏 原来一家人当天到其今晚 小孩想吃小吃 但接近晚餐时间被拒绝 当场发脾气 哭闹二十分钟 爸妈气到拦截 巡逻远警 教小孩 爸妈妈还是对你很好的 最后警察当何事老 男同才打勾勾 愿意听话 转往台南 小女童被载出门兜风 看来好开心 但下一秒 右手一扔 扔出像小石头的东西 还来第二次 打中前方骑士安全帽 对方吓了 好大一跳 为依规定戴安全帽 机车负载人员为依规定 孩子或许觉得好玩 但其实很危险 影片中大人小孩都没戴安全帽 小孩还违规站踏板 这位家长恐怕吃法单 记者综合报道 基隆有渔船 因为疫情休息了两年 但现在适逢所管的捕捞季节 因此花千万元整修 还找来了新的船员跟新船长 没有想到7月30号第一次出港时 新船员不熟悉船只 不小心误把油柜当成了水柜 结果出港之后 机械发生故障抛锚 飘往外木山 差500公尺 恐怕就要触礁 三干半夜船只外海抛锚 海巡队干净抛出绳索 就怕渔船飘更远 船员神色慌张 站在甲板上听从指挥 在船头牢牢绑上救命绳 不敢大意 奋力翻功夫终于就绪渔船 顺利返港而抛锚的原因 竟使新船员搞乌龙 新船上路就抛锚船长 无腻直摇头 机梦渔船满瑞富疫情休息 两年花千万整修 适逢锁关捕捞季节 招募心血出港 不料新船员误把油柜 当成水柜倒错水 导致渔船凌晨在机梦与外海 机械故障抛锚 还差500公尺就触礁 吓坏众人 因为当时流速流向大概一节以上 且大概转飘向暗计 后续会有搁浅的危机 采取拖带 并明后续有拖向暗计 搁浅的情况 触礁恐怕那样沉船危机 索性海巡队舰艇十分多钟 到场救援化解危机 杰采智恒经有报导